我的女兒 當你出生的時候 整個德州的森林 親身換出了你的名字 賽里斯 作為新帝成平唯一的女兒 才智雙全的成谷 自13歲被確定為皇屬後 就一直是媒體的焦點 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和重任 而到了1544年 40歲的成谷終於得以加冕 成為南京的第四代皇帝 也是唯一的女皇 然而成谷上台後的第一件事 卻令人匪夷所思 先皇成平奔裕之時 下分成谷北寿 寻衅北平 得知消息的他 並沒有返回都城德州 反而就地加冕 升北平为北京 自此北京成了天子的行在 也就是事實上的新的首都 女皇遷都的真正目的 现已不可考 但後世的歷史學家對此做出了多種假說 其一是 先皇成平改革出動既得利益集團招致反噬 此因可疑 女皇恐德州已由官黨把持 大敖斯進攻之內 已無自己容身之地 所以遷居北京 扶持新的勢力以抗官黨 其二 從女皇的後續動作來看 德州所在的紫楚州 山東 總體發展度過高 而首都所在紫楚州是無法取消直轄的 這個極大的降低了城谷切換國籍的主觀能動性 當然還有一種假說稱 搞不好是古女皇愛吃老北京的蟹餅 蓋了帽了 我的老伯伯 遷都北京後 城谷看著空前龐大的哔哩哔哩江域 決定仿宋制 射东西南北州五京 除了現有的北京之外 深境原地成瑞曾經的行在大阪為東京 深境縣地成一的龜影之地李唐為西京 深境營地成平時期征服 並修建新大豪斯的曼谷為南京 這也正好避了城谷的會 而至於舊都上海 作為無躍之地的中心 不妨就叫 吳京吧 看不完 別看 關黨眾人驚訝地發現 德州竟不在此列 又結合到城谷遲遲未回德州的現狀 很快意識到女皇這麼做的用意 都說一代天子一代臣 怕不是要變天了 關黨原本計劃在德州大本營 營利女皇 暗中控制為傀儡 繼而竊取實權 卻沒想到城谷竟如此敏感 不受控制 只得作罷 城谷和關黨之爭 由此逐漸浮上檯面 成為了城谷登基初年的最大事件 以致經舊勢力的綜合較量 上一話中提到 關黨是先帝陳平登基之初 启用的一批改革派官員 在馬恩一朝迅速崛起 專善國鎮二十余年 逐漸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 成體系的政治集團 起初 關黨幫助陳平推行了 不等式經濟改革 但當改革進入深水區時 關黨把持的朝鎮 幾乎成了絆腳石 甚至有傳言稱 先帝的死與他們不無關係 話又說回來 城谷的舉動 極大地刺激了關黨的神經 他們立即著手 與城谷展開對抗 各地直屬州的官員 在他們的要脅下 紛紛開啟了自治模式 對城谷施壓 本來自治度為0的 漢帝十八省一時之間 變得政令不出紫禁城 朝廷受不上稅 自然發不出響 南逃崩潰的命運 到時 不知天高地厚的女皇 必然會屈服於關黨 然而這一切 其實都在城谷的意料之中 對付這些根深蒂固的 既得利益集團 從內部向來是極為困難的 但好在城谷在某種意義上 是一個外人 這位先帝城平留學外國時 深陷的孩子 他本就有外族血統 以及極強的語言學習能力 和主流文化適應性 在朝鮮 他可以接受朝鮮文化 一天速成韓語 變成朝鮮人 同樣在吐蕃 他就是吐蕃人 在越南 他就是越南人 而正是在這些 城平時代新征服的土地 那裡的人 與中原作為不同宗不同文 官黨的勢力難以滲透 反倒是古皇 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親切感 於是城谷在登基之前 就籠落了一批 來自越南 吐蕃朝鮮的古衛兵 對自己直接效忠 組成了新的禁衛軍 如東羅馬瓦蘭籍衛隊 對羅馬耶尼切里故事 城谷的這一招戒如平寇 成功地讓官黨上下感到了威脅 對這些自己眼中 難以溝通的所謂蟻蟻 他們以前引以為傲的人情事故手段 便都沒了用處 也只能希望勿起兵士 城谷健壯 收起了手裡的大棒 翻上了胡蘿蔔 官黨只得妥協 接受了城谷提出的大約方案 於是1544年的10月1日 陳谷在紫荆城 莊嚴的宣告 正式改國號為月 自稱越南 改年號為愛玲 而大約律明確規定了朝鮮 吐蕃 越南三地居民與中原人 家鄉人的地位同等 此三地人民內心只有感恩 自發地稱女皇為慎 後史稱越慎祖 古慎 而對於官黨 女皇則逐步啟用不同成分的 亞裔越南人代替官黨 但古慎念其改革有功 仍為其保留了中原約50%的自治權 並為張格老等官黨元老 準備了三處分地養老 分別是廣西、廣東和奔埔 和南洋 於是古慎初年的官古之爭暫且告一段落 不過他從南進越南雙重國旗中獲得的 可並不止這些 還代表了越南的任務術 其中又包括 一個月只需要一塊錢工資的越南高質量男性 穩定度花費永久減10%的勞不可拓 永久加25%的宗教融合速度 以及瞬間獲得的30天命 直接緩解了改革的低天命陣統 謝謝越南 然而這一切還沒有結束 等待官黨的是新一輪的風暴 古慎給了官黨10年的緩衝期 也可以說是溫水主青蛙 在這10年之內 古慎一直派專人與分地的三藩改善關係 甚至進行了王室通婚 這使得官黨的關係一直頂在了正200的上限 而官黨的元老們逐漸去世 上下卻開始放鬆警惕 其勢力也大大不如從前 反觀古盛這邊 新的土地逐漸被擴充進越南的疆土 首當其中的便是對岸的東寧人 相比於那些龐大的一族人口 東寧的統戰價值正在相對下降 而這些狡猾的東寧人居然學會了搞外交破冰 他們的政權第一次被外國 也就是琉球所承認並結盟 這是越南無法忍受的 於是成古就以干涉越南內政為借口 宣戰並吞併了東寧和琉球 徹底結束了1450這幾十年來 作為天命為兵器的悲慘命運 此外 菲律賓 南洋諸國 以及阿玉陀耶 也接連遭受著越南的毒手 成古深知 征服東南亞正是實踐經濟霸權的關鍵 很快十年之期已到 成古在征服了阿玉陀耶後 開啟了他對官黨的第二次打擊 愛玲11年7月24日 古聖再次改變了自己的主流文化 成為了老撾人 並先後成立了藍艙和仙羅 當然 對外宣稱的國名人是越南 從這兩個任務書中 他又白嫖了 300點軍事點數 一個家鄉的上將山田長鎮 永久加1的可接受文化上限 永久加0.05天文增長 和0.5的賢能值 過了一天 新的大豪斯貸款建造完成後 他又獲得了 減10的建造成本 和減25的奇觀建造成本 眾人皆以為 古聖又要像10年前一樣 借如平扣 將官黨勢力徹底剷出 然而事情的變化 卻遠出他們的意料 愛玲11年7月25日 這一天 注定要成為越南最長的一天 一大早 經過10小時的精緻睡眠 古聖從南京的大豪斯中起床 在一對一外教的幫助下 用一個小時速成了東北化 隨後開啟了越千引擎 跑到吉林長春 加冕為滿洲第一巴吐魯 再用一個小時速成了蒙古化 加冕為大清皇帝陛下 隨後古聖宣布 他終於統一了蒙古三大部 此理所應當的蒙古大韩 這也就意味著 如今繼承了始祖巨人蒙古上丹力量的 是擁有叔叔王族血統的古聖 而古聖則毫不猶豫地發動了坐標之力 一瞬之間 整個北京城的人都變成了蒙古聖皇旗 學會了蒙古話 就連自己八歲的兒子陳丁也不例外 而在他們還未反應過來之時 就發現自己的體內放出了耀眼的黃色光芒 沒錯 古聖他 發動了帝鳴 整個北京城的人都變成了無垢丁真 官黨即便聯合除北京之外的漢帝十八省 想要做出抵抗 卻終究還是無際於是 短短數天之後 陳古便在無垢丁真的幫助下 掃清了所有抵抗勢力 重獲了關內的二集合 自制度瞬間降到了零 而這一切都恰好被遠道而來的不列顛使團看在眼裡 你們越南人 為什麼一天換屋中七字 終於碍事的傢伙全被解決了 沒有人能再阻止古聖 他的道路上再無障礙 那麼接下來要實現經濟霸權 就會變得非常簡單了 他自信滿滿的對國民們說道 給我20年 歡迎你一個經濟霸權的越南 那麼接下來的內容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多的娛樂性 就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該如何獲得經濟霸權 獲得經濟霸權的條件就是達到1000收入 以及你是收入最高的獵牆 那麼我們後期的收入主要來源於貿易 其次是生產稅收只佔非常小的一部分 那麼這邊給沒有玩過歐陸的玩家 簡要介紹一下他的貿易系統 簡單來說就是這裡邊每生產的一個商品 它有一個當前的價格 比如說這裡的棉花是3塊錢 乘以商品產出就是它的貿易價值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加10%的修正 所以它最後的價值是9.56 這個9.56是寄在這邊廣州的本地產出裡 這些產出你可以給它運到其他地方 像這裡運到了杭州又運到了西安 西安最後運到了北京 我們最後在北京收取這個輸入 那麼為什麼要拐這麼多彎呢 因為沒拐一次彎 它就能提高它的價值 提高8.5%的價值 按照指數增長 在你壟斷了所有中間節點的情況下 拐越多的彎越好 所以我們在杭州的時候把它拐到了西安 在拐到了北京 那麼又有問題來了 就是有些節點 比如說日本 我們沒有完全控制它 這就導致有些小國 他們會佔據一定的貿易競爭力 這也就是所謂的漏錢 那麼我們最理想的情況 就是打通一條非常長的貿易路線 而且中間不能讓它漏錢 怎麼樣會漏錢呢 就拿馬六甲來說 首先如果在當地有貿易中心的戰地的話 它會拿到非常大的貿易競爭力 就可以分掉你的這一部分錢 另外一種是它在下游 比如說孟加拉佔有大量的土地 那麼它就會平空在上游馬六甲 分走很多的貿易競爭力 所以我們最理想的收錢點 就是在擁有很多上游 但是只有一個下游 而且這個下游是特別容易被壟斷的情況 例如說北京 它只有一個下游玉門 那麼怎麼樣讓我們能有更多的錢呢 就是提高我們的商品產出 提高商品產出有很多的辦法 第一是加這個商品產出的buff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疊了很多的buff 包括我們這個叔叔的自帶的一個傳統 以及我們的政策 另外呢就是建造這些工廠 一般來說價值在三以上的點 比如這個生產鹽 或者是這邊生產絲綢的地方 可以建造一個工廠 這樣呢就能提升它的商品產出了 另外一種辦法就是開貿易公司 比如說我們這邊建造了很多很多的這個中介交易所 以及這個越南鎮 越南鎮可以加10%的同一區域的貿易價值修正 特別關鍵的一點在於 即使對你的直屬州以它也是有效的 比如我們的這個四川特許貿易區啊 我們就建設了一個李唐經濟特區 在這個李唐經濟特區裡面呢 我們建設了一個越南鎮 我們首都所在的次大陸是中國 所以你在中國的這些地區它都是沒法開公司的 但是這個地區它跟貿易區是並不完全重疊的 比如說這個西金李唐啊 它在成都的這個貿易區裡面 但是又不在中國次大陸裡面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可以建造一個貿易公司 然後造一個越南鎮 可以看到這個加10%的貿易效果呢 對你的直屬州也就是成都這個直屬州也是有效的 最直接的增加商品產出的效果就是 直接花費外交點重生產 這也就是成平不等式裡面 2000生產大於3000稅基的真正來源 那麼另外一個可以提升貿易收入的方法 就是增加我們的貿易效率 這裡呢主要有幾點 第一個是壟斷了丁箱貿易 可以看到丁箱它是一個非常貴的一個貿易品 而且它的產地又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把這幾塊地打下來之後 它就是它就基本上被我們完全壟斷了 還有一個呢就是也是貿易的政策 貿易加行政的進口法案加20%的貿易效率 貿易加數量是加20%的商品產出 另外作為儒教呢你還可以融合神族獲得10%的貿易效率 另外如果這個草莓教仙教還存在 哎呀它好像不存在 我給大家開一下天眼 對就這個草莓教啊如果它還存在的話 你融合它可以達到10%的商品產出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加成 那麼基本上提升收入的方法也就是這幾種 其餘的呢可能是在這個傳統呀 什麼任務裏面也可以點 比如說這個香料貿易它也可以給你提供 短時間內的一個貿易效率 那麼關於生產這一塊其實也一樣 因為生產就沒有那麼複雜 它完全是由這個生產效率以及你的生產點 所決定的 這樣一個生產收入 那麼這大概就是如果實現金金霸權的方法了 我後面是屬於是一直帶然後一直造一直帶一直造 所以我們最後的這個收入跟這個通貨膨脹 基本上是同步漲起來的 現在一共欠了31筆貸款 不過也沒什麼要緊 因為我們的上限一共可以借375筆貸款 而且你不斷提升收入的話 它的借貸上限只會越來越多 貸款永遠比不上我收入的增速 這就是成古的終極經濟學 那麼我們這個系列呢到此也差不多可以圓滿結束了 那麼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的想看的想法或者點子呢 歡迎在評論區發表你的意見 給我一個訂閱和like就算是對我的最大支持了 感謝你們的觀看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